美女歌詞 activist 詞曲 曲 曲 編曲 李宗盛 都一一不成啊 专心一一口成名 專心來做做的 就是從小到現在都是養牛這一海 後來一直做做 上到現在已經有農場 有獨宅場 有餐廳 這樣子都可以當人心裡非常高興 白龍曼的肉質比較軟 沒有嚼勁 我們駝就比較硬 所以我們把兩種打交出來 透受那個口感非常好 中心道學家喻老人家的工作 我們都有什麼活動 有什麼對養老事業 對我們相關的問題 我們都從來不切齊的 我倒是誰倒是誰 沒有想到說 我真的能夠得到這個十大神夢想 夢想已經實現了 所以心裡非常高興 在台北待是十年 我在回來之前 說實在我年收錄影上班 所以我就考慮了扮演 我是否一定要回來這樣 我剛好又遇到 我父親身體不好 整個把我的企劃都打亂掉 法國他們有一個品牌機來講的話 他們是不添加任何東西的 然後他們的品牌機的單價 是他們沒有做品牌的三倍 那我就想到 哇 這是我跟財產的一個差異性 杜惠仁就是說 售價不是問題 但是你的品質一定要到來認真 以我們小龍來講的話 你個人的品牌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消費者他只認同說 欸 你有沒有認真 三立群的案 塑化劑的問題 所以一些消費者 對這些食的 他比較重視 有人問過我 說如果說時間倒轉之後 我會不會再重試這樣 我考慮了很久 最後我還是受困 目前我的經營面積總共有7公頃 火候的部分有4.3公頃 文心蘭有2.7公頃 還有設置主治培養廠 育出兩個品種 一個是粉雷石 一個就是綠天石 在火候花的部分 這一兩年又有育出一個文心蘭的黃金天石 他的花感覺就是會飛 會跳舞的感覺 所以說這樣市場上應該反應都不錯 在我們文心蘭的部分 他是都在9月10月 但是在9月10月的時候花量多 問題是日本它消化不了那麼多的話 所以說我在這兩年的時候 我都會做產期調節 把這個9月10月的花移到12月開 12月剛好是日本的聖誕節跟它的過年 那時候價格最好 要感謝我太太 因為當初真的創業到現在 遇到很多困難 她有時候也蠻貼心的 有些朋友都講說 真的我這一生過的真的也是跌跌撞撞的 但是也蠻有成就的 我們養蜜蜂已經六十年了 為什麼要接手就是 看到爸爸媽媽這麼辛苦 考慮傳承的問題 所以說就毅然決然 放下我們原本的想從事的工作 那第一步 下定決心就是要成為專業的蜂蜂 管理蜂群 就是像我們領軍打仗一樣 我們要管理好蜂蜂 蜂蜂要年輕要健康 他生下來的寶寶 就是他的小蜜蜂想工作 他才會有健壯 他食材比較好的蜂蜜 我們從傳統的蜂產品 做到加工品 像用蜂蜜做成的蜂蜜蛋糕 花粉蛋糕 進階的我們研發了 21天才的熊蜂蜜 那這個熊蜂蜜的話 在日本使用相當的盛行 我們的銷售部分 已經80%都是在網路上 透過網路行銷 來自全城各地 甚至離島 訂購蜂蜜的產品 最感謝的是 我的太太 他到生了兩隻的榮耀 我要跟他做分享 讓我們太太也覺得 我們這個充容的丈夫 也是還有不錯的成就 這個產業裡面 政府沒有幫我們 其實我們也不好做 所以我們也配給他 做一些小技術大電動 可以把那個 兩點副分 像我們用鮮跟乳 加上藍衛廠 就是新鮮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一些毛豆 其實我們的成本 不會增加太多 而是他的環繞力效果是會更好 而且肉質也更好 到目前 我還是 CX唯一一家裡 不長魚肉 一般普遍型 消費者 對於台灣牛肉的 一個使用方式 其實都不太大 所以我們透過 餐廳的監營的應用模式 拉近跟消費者之前的距離 也讓消費者知道 台灣牛肉的 優勢到底在哪裡 然後慢慢讓我們的 台灣牛肉真正能夠 產生她自己人生 不同的價值 我身份中 中還有三個女 就是我媽 我姐還有個老婆 在這一路過程當中 我也背負了很多人在 不過他們還是很肯定的相信 他的兒子 他的老公 他的弟弟 不會讓他們失望 他媽 養殖三十幾年了 我一直抱持著生態的養殖 採用無用藥的體驗 還有搭配醫生菌 選用安全的飼料 政府在推動 從丘良養殖廠的認證 就開始去申請 T-CAP生產主義 我也說配合 然後我在導入 ISO22000 還有SQF1000 從沒有認證 到有認證 這無形中是提升我 養殖的基數 爸爸風災那一段 那個缺了一個很大的洞 他兩個夫妻 還有三個子女 要去渡那個缺洞 所有的生家產產都在這裡 一夕之間 整個快要垮掉了 結果 水太大了 我太太差一點 被他流轉 我先生剛好一把手抓回來 剛好抓到我的臨口 不要做了 他完全不進來 他一直接著說 他的人生可沒有 我到了全國十大 把接觸 真的我們講 就是最大的成就 本身的背景 是在生技跟食品業 那其實發現 尿光它有很多 附加價值的一些元素 在開發這個產業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去開發這一類的產品 希望整根的牛棒 它全部都能夠全球運用 早期我們的農業生產 主要以生產為主 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年輕人去做產業 讓我們的產業更多元化 台灣也追求的 不但是是汙毛的問題 而是品質的安全 從GAP到TGAP到油基 我們不僅讓我們的產業 生產的技術升級了 我們也讓我們 現在目前的整個產品的品質 走向國際化 我自己感觸比較深的是 其實政府提供這麼多元的 一個環境給我們 那我就是那個三角運用 這個農業環境的人 當時我媽媽也年賣 家裡有地 我哥哥也磨患了幹癌 那我就依然把台北的工作吃掉 這偶然的機會 我就參加這個 台灣木瓜產銷者 很煩 去參加以後 國財 晃南大陸 農業這一塊 真的要從基本開始學習 從土壤到栽培管理 到採核處理 去從整個農業的栽培管理 方式保護 系統部分 跟國際接管 我們在政府的 推行安全農業這一塊的時候 配合了所有的節目 我們也是在做 TGAP的工作 跟參與 Global Game的驗證 整個安全以後 我其實就是建議了 台灣品針的木瓜 台灣的平安 讓消費者能了解說 這個是安全的東西 那這個是來自於 平凍高速的木瓜 從事種植咖啡 從事種植咖啡十年了 那我從咖啡的種植 開始到台瘦 都是有機栽培 本身就是在日本溫泉 我們利用我們在地的天然汁 溫泉水 去做一個發酵處理 我們強調的就是要做精品咖啡 做一個產品的創新 技術的創新 然後從事這個溫泉咖啡 本身也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我也是想把 日本溫泉這邊的遊客 導入到我們的農業 所以會去結合這些旅遊業者 將遊客帶到我們實地 來去了解這個咖啡的產業 包括導覽解說 DIY 咖啡的充足 還有什麼去 飲品一杯咖啡 得到神龍獎 是滿開心的 最感謝的還是爸爸媽媽 一路將向前支持 來做有機農業之前 是在做日本寺廟建築雕刻 是一個門外漢來做有機人 官司在有機農場 官司在最主要領事 是官司英普哨的國號 然後有機是一個良心事業 最主要的是要進化社會 是要給大家吃的健康 東華有機專機 好處就是說 大家僅僅在一起 不會被旁邊的林田去污染 而且這個漆塊幾乎是一個半隔離袋 所以說它的水源又沒有被污染 種都是很簡單 每個人都會種 但是銷就是很大的困難 所以是結合一些農民 成立產銷平台 共同的生產 然後共同的把它銷出去 然後可能會建立共同品牌 希望給我們社會一個健康 給地球也是健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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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